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外发明 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高音峰老师 欢迎高老师参与这期节目 你看现在春天到了 天气暖和了 各个地方又在进行新一轮的绿化植树的建设 我相信植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和经历 高老师有没有挖过树 我以前带我女儿到长城去种过树 但是种很少的树苗 所以的话那还不算是挖树了 我们种的很多的这种小树苗 还有包括移植过来的大树都是要挖起来的 其实对于很多这个苗圃的老板和负责人来说 这个挖树的这个效率低成本高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要雇大量的人工花大量的时间来把这个树 就是还不要伤害它的根系给它挖出来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这个苗圃啊什么的 它没有统一规划嘛 所以的话呢它可能种植密度啊 就是说可能有的地方比较密 又没有专门的道路可能供那个大型机械去挖它 没错 所以的话呢主要靠人工去做这些 确实不容易也是个精细活 好这就讲到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了 我们这个节目要讲的这个发明呢 应该说是给挖树工具带来一次变革 去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发明 发明人江春林 发明项目便携式挖树机 发明人江春林所在的广东省珠海市 有大大小小500家以上的苗圃 为全国的城市绿化提供了优质的景观树木 为了了解挖树的效率和质量 对景观树木的成活率的影响 记者特地拜访了 有20余年种植苗圃经验的 原中原苗圃负责人梁康 车上拉了好多的树 现在是拉的是什么树 这是我们从广州拉过来的盆架子 今天准备种到这个别墅的小区里面去 像这么一棵树 按照我们南方来说 这棵树大概要5000块钱一棵 它难呢 主要该难呢 就是它要保证这个成活率 因为我们把这么一大棵树 将近有两棱树的树 树在一个立地里面 如果是成活和不成活 相对于棵树的时候 它损失的就是5000块钱 如果我们要提高这棵树的成活率的话 我们既要考虑须根的完整性 又要考虑侧根主根的合理性 主根如果你切得太短了 这个毛巨根的面积就少了 就是保留的完整性就不够 不够的话 这棵树成活率就受到影响 经苗圃负责人杨康介绍 许多移植树木价值不菲 为了保证树木的成活率 从树木起苗运输到栽种养护 每个环节的要求都极为严苛 起苗的效率和质量 变成了移植树木 成活要过的第一道关口 在去梁师傅苗圃参观的路上 记者注意到 珠海市的公路两侧 种植了许多的大王椰 那挖树工人是如何用 传统的挖树方式 来挖大王椰的呢 这棵树呢 是我们南方 园林绿化里面常用的一种树种 叫大王椰 这个树呢 大概高度有五米 一般呢 我们挖树是有个规则的 挖一棵高五米左右 树底部直径三十厘米的大王椰 要注意这样几点要求 挖出的土球的直径 以七十厘米为一 土球的高度以六十至七十厘米为一 并且要尽量保持土球的完整性 这是我们珠江三角洲这一带 常用的一种挖树的工具叫做枪 这种枪呢 大概有十三斤重 这个枪呢 是用来把旁边的土给产掉的 所以我们广东的枪呢 这里比较窄 那让他们挖一下 然后我给他们计下室 看两个工人挖这样一棵大王椰树 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挖树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前面的人首先要把这个轮廓给切出来 然后后面的人就跟着他这个轮廓 把他的土往外铲 主要是切出一个黄钩来 方便我们稳深度挖包装 这个是不是就是沿着这个机枪 用力往下 需要有个角度吗 对 需要角度 你现在挖的是他的外面 应该是这里面是吧 里面对 像我们现在这样挖 看到我们工人都是气喘喘的了 手很酸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特别利 那如果要是挖一天树的话 挖一天的话就肯定受不了了 就挖一天 第二天就可能不上班了 为了保证他的成活率 他们必须要赶时间不停的操作 对身体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 对 比较疲劳 一般情况下 当天挖 当天摘 是最好的成活率 可以达到95%以上 现在就挖速决断已经结束了 对 挖速决断已经到这里结束了 好那我停一下表 也就是说挖这样一棵大王椰树 需要的时间是26分50秒左右 现在要把它推倒 好 那我们加把油 来 一二三 一二三 这样会不会破坏这个土球 多少会有一点 人工操作 它多少会影响到土球的完整性 根部你看现在也能看出来 现在人工用锹挖出来的根 那是有毛刺 对 不够光滑 毛细根破坏也比较大 好其实刚才看到的这个情况 在以前大多数地方都能够看到 就是刚才两个工人 用25分钟的时间 挖的是一棵5米高 直径也就30米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还不算特别大的树 可见挖速的效率非常低 特别的难 挖速的时候效率当然比较低了 而且要挖出特定的形状的球 所以有点难度 像一般的用洞桥铁桥的挖这个树的时候 要把特定的一些根要铲断它 因为它根分析比较广 但是铲的时候的话 如果这根比较粗的话 一般来说这些工具 不太容易一下铲断 就铲很多次 比如说一些毛刺跟一些细小的那些 铲很多次之后的话 就会在那附近的话 产生很多缺口 但的话细菌的话 就容易感染的地方 那么移植的时候 就存活力受影响 你看苗圃的负责人梁先生 他应该说经营这个生意20多年 他都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发明人江先生 有没有好的工具来帮他挖树 发明挖树机的江春林 是一位机械工程师 曾在87年被授予 省劳动模范称号 我是一名机械设计工程师 从事机械设计20多年了 我这个人有个性格 从小养成的一种性格就是 别人不愿意干的事 我愿意做 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总想要把它搞明白 这次挖树机我设计成功了 成功了 它确实解决了好多问题 也就是说在园林移植上 园林的树木移植上 它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有20余年机械设计经验的江春林 发明的挖树机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像它一样高大V吗 还是像它一样精壮强悍 还是我们还是去江师傅的工作室 一探究竟吧 这个就是我设计的便携式挖树机 它是很大的 不像是便携式 这个是机器 这个是个试验平台 这是一个平台 它主要检验的各项指标 江春林发明的这台便携式挖树机 主要由发动机 传动部分和工作敲头等部分组成 发动机的动力 是通过离合叠头 三角皮带组进行输出的 通过偏心轴与偏心连杆 将圆周旋转运动 转换成了往复轴向运动 从而使得工作敲头 实现高速往复冲击 达到切割树根及泥土的目的 解决了园林苗圃 挖树效率低 成本高的难题 本次测试中央指标 哪些比较好 这是21次测试 头5次测试的效果不错 都失败了 后16次基本上都达到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通俗和试验 基本上设计结束 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继续实验研究 发明人的这台挖树机 还没有进行过实际的测验 记者决定让发明人江师傅 与苗普负责人梁师傅 进行一场挖树对抗赛 来检验一下 这台挖树机的挖树效率和质量 究竟如何 咱们今天的挖树人机对抗赛正式开始 这边是人工队 我是这个苗普的负责人 挖树是我们的强项 为了今天的比赛 我们派出了三位精兵强将 我们今天一定会赢 好 这边的气势很高涨 这边是发明挖树机的江师傅 我是机械设计工程师 从事机械设计二十多年了 虽然这是一款验证机 今天第一次挖树 但是我对胜利充满信心 好 这边的气势也相当的高涨 我为了公平起见 我还为两队请来了一位评委 李师傅 我熟悉了人民相干行业将近三十年了 好 那您为两队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考题 来难为一下他们 挑了两棵比较大风径 在二十公分左右的那个芒果树 这两棵树是比较难挖是吧 那在挖芒果树的时候有什么要求 第一个土球要完整 第一个是土球要完整 第二个根系要完整 刚才李师傅给两队提的要求有两点 一个是要保证根系的完整性 一个是土球的完整性 那今天咱们比赛的标准就是时间少 质量好 就从这两点来出发 好 咱们的比赛正式开始 来 叼击出场 现在咱们两队开始选树 那就让英工队 梁师傅 好 你先跳 那就梁师傅先跳 那我先跳了 梁师傅对苗普里的每一颗树都很了解 那当然了 好 我就选这一颗吧 梁师傅为什么要选这一颗 我就卖个关子吧 稍后再告诉我 稍后再告诉我为什么要选是吧 好吧 行 那咱们各就各位 梁师傅的人工队 省去了画土球形状的步骤 来节约发速的时间 而发明人姜师傅似乎并不着急 画出土球的形状后 姜师傅才不慌不忙地发动机器 过去了四十秒了 姜师傅 您还没有发动 感谢观看 无论 但是 腹 花树系的刀头竟然断了 江师傅开局就遇上了大麻烦 江师傅您现在的这是怎么回事 断了 断了 是它的硬度不够还是怎么着 热处理过高 你抓紧那个给修复一下 快快翻去 来请您住手 是什么把这个刀具给割断的 这个现在就是什么 底下有两个素根夹起来了 因为它热处理硬度太高 这样就好 两个素根一夹它就断了 对 您现在是换同样的刀头还是怎么样 我就做了几个样板刀 您做了不同的样板刀 那您抓紧换 现在已经过去两分多钟了 我看人家已经把坑给挖好了 对不对 算计世界 发数机状况频频 人工队乘胜追击 马术大战 谁能最终赢得比赛 敬请收看 外发明 大树 巧搬家 伙计们 他们的机器已经坏了 大家加把劲 一般换这样一个刀头需要多少时间 需要两分钟 两分钟 是吧 好 咱们江师傅的挖树机又可以开始启动了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大 江师傅的挖树机又开始工作了 希望不要再出故障才好 但是江师傅的挖树机还没有工作几分钟 刀头就遇到了新的麻烦 无法继续前进了 江师傅 现在您的机器又怎么了 熄火了 熄火了是吗 不知道 那是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快拿去试试 杨师傅您觉得江师傅的机器怎么样 我看了 我看他的机器老处固占 可能效率不高吧 对 你看您的人工队 因为李师傅全取的这棵芒果树的树根十分粗壮 花树系的刀头似乎无法将它锯断 虽然不服输的江师傅经过了多次的尝试 却依然拿这条粗壮的树根没有办法 我看看能不能摔着它 现在这机器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强 拉 但是怎么拉不着了是吧 那应该怎么处理一下 对 要把它给卸开吗 你以前在测试的时候 就是在您工厂测试的时候会有那样的问题 工厂测试的时候挺平稳的 挺平稳的是吧 但是稍微有点强度就不行了 哦 这头掉了 是这个线掉了 那赶紧处理一下 江师傅您看一下人工队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程度了 您对胜利还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是吧 后来就上了 好您抓紧 我记得今天我们是有把握取胜的 很有把握是吧 对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完成工程量的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了 我问你一下 您觉得这棵树好挖吗 一般吗 一般好挖是吗 梁师傅的人工挖术队为了赢得比赛已经顾不上记者的发问了 此时人工队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挖术任务 而发明人江师傅只完成了四分之一的挖术任务 现在人工挖那个树目前那个效果还是比较好 比较合格是吧 对 但是现在江师傅这边呢 就是咱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他只是在这里拉了一条线 咱们什么都看不出来 要加把劲了 江师傅您这边是真的需要加把劲了 您看一看人工队现在已经挖得差不多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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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您的助手帮您一下 抓紧把这个修好 不要好这么快 现在江师傅已经修好了是吧 来抓紧 试一下 好这好不好 抓紧抓紧启动 试一下 试一下是吧 我们把15到20分钟工人就疲劳 有15到20分钟的时候就要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继续工作是吧 是的 我发现江师傅的机器现在又出现了故障 如果他要超过人工的话 必须从机械的稳定性 效率性和操作的便携性 去下文章才可以 现在时间过去了 16分30秒了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您的机器是马上就好了 我看人工队现在数已经快好了 您快挖好了 江师傅 江师傅刚才梁师傅跟我说您的机您发明的这把手机如果要是比人工能生的效率提高5倍 他觉得才算合格 但是您觉得您能够达到5倍的效率吗 现在这个验证机如果找出毛病之后 进一步改造 改造完了 不但5倍 10倍我都能保证 好 咱们人工队是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包装和支撑的阶段了 要进入包装和支撑是吧 江伟您觉得他这个人工队挖的这个质量怎么样 比较好 比较好是吧 从那个跟进的完整性来说还有土球的完整性上来说都达到那个标准了是吧 起码要90分啊 90分 而且时间上现在用了20分53秒已经那个把它给修整成这样了 当梁师傅的人工队用20分53秒完成了挖术任务后 江师傅却在现场找起了铁锹 是要改为传统挖术方法与人工队对抗吗 江师傅为什么您要把这个地方给弄平 这边是斜的 所以这边那个刀头的长度不够 您设计的刀头现在是设计的多高的长度 这个是600的 600毫米是吧 对 所以说你这个坡现在能有个300了 我直接下去 发明人的挖术机刀头长度不够 只能先用铁锹将地面铲平后继续挖术 而人工队的芒果树已经可以起苗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下雨了 在雨天通过的时候 对这个的美金线有没有要求 没有影响是吧 人家现在人工队现在已经在凋树了 您现在 我的护肠率多了 护肠率多了 您继续那个忙您的 我看一下人工队的情况 好 人工队现在可以那个起掉了吗 可以起掉了是吧 来 我们请平伟来点评一下 现在人工队挖的这个土球合不合格 非常好 非常好是吧 人工队和土球完整 根系又完整 但是我看这个地方是缺了一块 缺了 一看下面那个旅土啊 那个手分太多 人不住 从时间上来说人工队取胜了 从这个合格 合格程度上来说也合格了 95分啊 95分是吧 对 梁师傅您对您 人工挖出来这个土球还满意吗 基本满意吧 基本满意是吧 如果今天天气好一点的话 这个土球还可以挖得更漂亮一些 那江师傅 您觉得人工挖的这个土球怎么样 今天 我失败了 因为从时间上 一气故障 我失败了 没办法 等下把咱们再见面 我的土球质量要超过你 我的工作进度 最起码效率提高十倍 对嘛 好 你放心 那咱们 咱们就来一个约定好不好 您给梁师傅已经下挑战书了 然后您回去去改进 您改进好的挖手机 咱们来和梁师傅的人工队 咱们再进行一个PK 但是下一次 我还要给您提高一下难度好不好 好 今天一言为定 咱俩也学学儿童 拉高 行 好 咱们一言为定 我有个要求 你的效率必须是我的五倍以上 保证达到 行 保证达到是吧 那行 咱们人工队的土球已经看了 刚才您的 我看您的也已经挖了一圈了 咱们看您的能不能交出来 试验一下好不好 江师傅您觉得这棵树能交起来吗 应该能交起来 咱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交出来 现在比越来越大了 现在交不起来是吧 江师傅 刚才这棵树没有交起来是吧 是什么原因没有让它交起来 树根没有交断是吧 那第一棵树的时候容易勾吗 人工队挖断的 人工挖断的就比较容易勾了 是吧 谢谢您 谢谢您 我刚才对那个机械是充满盛生的 后来呢 在那个他挖树的过程中啊 因为他来机械老师出那个毛病 所以呢 那个人工队最好赢了 他能够按照那个挖树的标准 和要求 挖得比较好 杨师傅 刚才您为什么选择的是这棵树 而没有选择玩那棵树呢 因为这棵树靠近陆基 这一块的土是回田土 含塞量比较高 挖它的话 土球完整性有困难 比较难保证 这棵树呢 由于是原生土 粘性比较大 挖它呢 土球就光滑完整 稳定 比较容易 刚才这个节目当中的这次比拼呢 我们看到是人工挖树队取胜了 因为这些工人都有着很这个长的经验嘛 呃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发明人呢 要把这个机器设备改进一下 他们有一个约定 改进之后要再比一次 呃 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这个机器一定要是人工的五倍的效率 那才叫赢呃 呃 高老师 您猜一个吧 你觉得谁会赢 如果我猜的话呢 我觉得那个机器会赢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哈 比如说你你人的走路 我我我我那个骑车 我开车 至少至少是十倍以上的速度 比如说你游泳 我开快艇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十倍以上的话呢 那个机器的话 就是说它的功力没法 可是刚才机器输了呦 那那是不是它是雏形 还改进嘛 所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的话 应该是至少是十倍才算是比较合理的 看来高老师对我们的这个 江师傅还是很有信心哈 呃 那下面这一次比赛呢 除了是这个评判标准比较高 要五倍的效率之外呢 可能还会加大这个比赛的难度了 呃 真的是一个悬念哈 谁赢谁术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 那在等待江师傅改进这个挖术机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去参观一下梁师傅的苗圃 梁师傅的这家苗圃 占地一百一十亩 大约有十五万株桥木和灌木 每年大约会有一万五千株苗木 会被挖走 用来做园林工程 在梁师傅的苗圃中 不乏有沉香 伊兰香等名贵树种 看这个地方就是人类的破坏 嗯 一些重体的侵蚀 现在已经开始形成沉香了 呃 这个沉香 现在的形成面大概有一米 一米长 一米长 那也就是说是这个位置 是它沉香形成的部位是吧 对 嗯 这一块如果将来它的呃 沉香能达到药用价值的话 达到那个形成沉香 全部沉香的话 这一块大概可以卖个十万左右吧 十万左右 对 你说挖这棵名贵的树的时候 要多加小心了就得 而要说到挖树难度大的树中 首先就要去看看这家苗圃的树中之王了 这是一棵伊拉克海藻 这棵树呢 是我们苗圃中的树中之王 树中之王 对 它的年龄呢 大概有两百年左右了 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看它的盥形来定这个泥头的 一般要挖两米大 大概它的重量就有十五吨重了 这棵有两百年树林的伊拉克海藻 还不是梁师傅苗圃里最难挖的树种 是什么树比它还要难挖难 这是一棵桃花心 桃花心 原来我们没有接顶的时候 大概有二十三米 树林呢 大概有二十五年 由于这个树年龄比较大 它的侧根呢 就比较粗 大部分侧根 但是我们隔壳腿这么大 这么粗 你说难切断是吧 对 这棵树呢 要三个人 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 记者在与苗圃负责人梁先生参观苗圃的同时 发明挖树机的江师傅 还在为改良他的挖树机努力地工作着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良 他的挖树机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改良的项目呢 比预想要多一些 你看这这个帽 只有这么高 不到 不到两个米 对 这个更高了 为什么它高了 因为什么呢 弹簧加长 弹簧加长了之后 剪定效果就好 这个是第一代的 这个是改良的 以后的是吧 那咱们试一下它的剪定效果 哎 好像 我这个好像是闻思不动 你的好像的剪定效果确实强了不少 是啊 这样的 它剪定效果好了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冲击力量反弹 我们得这个操作擦手量 非常小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不但那个强度一点不紧 而且重量大大进去 那我们来称一下 是不是第一代 看看有多重 来进松下找 现在是十几公斤 接下来咱们试一下改良的挖鼠机 改良版的挖鼠机有15.325公斤 相当于减了两公斤多 差不多两公斤 梁师傅的挖鼠机重量上减轻了2000克 减震气头也大大提升了性能 那刀头容易折断且不锋利的问题 解决了吗 工艺改变了 这样的话既保证了这个锯齿的定度 又保证了它不弯不舍 能够不弯不舍 那我就来试一下 你试一下吧 我看能不能把它给弄实了 好不好 我大概有170斤 我来试一下 这个锯齿的效果是没错的 我跳一下 这个好像确实是挺断的 我看这个刀具经过我踩完之后并没有变形 它的硬度还是很强的 是吧 是的 那您觉得经过您改进的这个挖手机和以前的挖手机相比 效率上大概提高了多少 从效率上最起码提高一倍 提高一倍 那和人工相比呢 它是提供十倍以上 十倍以上 所以这事 如果我要是输了 我这辈子不摸击击 江师傅发明的这台挖树机呢 不仅仅机身是摇身一变 它这个刀头也有了变化 从这里我们看到它那个刀的演变的过程 这就是刚才节目当中断掉的那把 对 就是在比赛时候断掉这把刀 这把刀的话应该是第一代产品 第一代产品的时候 它那个减震了缓冲的功能 它可能没考虑太周全 在挖的时候 如果碰到比较坚硬的东西 比如说石头 或者这个根比较粗的话 它撞击的时候比较力比较大 有可能会把它撞力 真的呀 这是钢的还是铁的 钢的吧 这钢的 但是它这么厚都断了 你想如果底下有个什么硬物 你撞的时候它是容易 因为你这边没有减震功能 所以是硬碰硬的 所以说头一代就会有这个危险 以前的这个刀热是比较的 很长 很长 在进入土地的时候的话 阻力很大 你把很长的刀往下捅的时候 阻力很大 它的这种形状很大弯矩 这边按理说这边最大弯矩 但是这边的话因为它厚 所以的话它没断 到这个地方 在接口地方 对 这个改进过后的就不一样 你就先看这刀热吧 这成弧形了 对 弧形 而且的话它那个节面节小了 所以它进去的时候 这个土地给它的阻力会小 这个像箭一样 有点像箭 很容易就扎进土里 对 那还有什么变化呢 这个改进过后的 这是改进后的不同的形状差不多 但是长度比较 有大有小 有长有短 这个长度的话 跟这个长度相比 稍微差一点点 这是根据不同的树种来的吧 对 因为有的树的话 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比较深 有的根系的话 稍微短一点 所以的话 很发达的树根的话 用这个比较长的去切割 有的树根比较短的话 可能用这个就可以了 好像它这个改进过后的锯齿 是不是也深一点 你看 对 这个是跟低带 跟低带相比的话 低带的话 那个锯齿的高度 和这个现在相比的话 就不一样了 这个长 这个短 对 切割的时候的话 就更容易把那个树根切断 咬进去更深了 这是什么 这也是它改进之后一个工具 这个话应该叫铲了 这个铲的话就不是处理我们常见的北方这种树种了 要处理那种 棕榈树 像刚才那些大狼烟都可以用它 像那种树的话 它的树根比较松软 而且它那个地方土质的话 主要是杀 杀质土 输松 所以你看它改进过这一系列工具 都是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树种来的 的确是适应不同的树 不同的土质来设计 还是动了挡筋的 前面我们看到那把60厘米的 以前的那种刀 它是断掉了 您刚才说到一个减震的问题 对 那它改进过的这个挖树机减震怎么样 现在 它的减震是通过那个里面装一些弹簧系统 就是说利用弹簧阻尼系统来进行减震 那么减震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有几个方面 第一的话 当它前面遇到的一些坚硬的物体时候的话 那个刀不会不容易受伤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对人工也是个防护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工人 长时间拿这个剧烈震动东西的话 震动的话 它会得一种病 就是不同的颤抖的一种病 所以的话 减震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那么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 来模拟切东西 第一种的话 就是说一个刚性的连接 它这个刀具和我这个是刚性连接 实心的中间 实心的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变形了 那么这种的话 是中间有这个 我切了一个 螺旋的这个缝隙 对 就相当是个弹簧 这个的话可以什么 可以有变形 哦 哎 真是 哎 如果它是刚的也能这样吗 也可以 当它切东西的时候 如果遇到了一些坚硬的东西的时候 它可以稍微避让一下 那么用它来切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觉一下那个手感 就是比如这个切东西 这个时候这个手感 我感觉一下这个震动 好吗 你手拿这个地方 按哪 按这个就可以 这个 我觉得这个泡沫板不硬 如果硬的话 手震动会很强烈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至少可以体会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换成一个就是说 呃 有一定弹性的 你再来体会一下 哎 等会 高老师 你换成这种 可以变形的 它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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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割的效果 不会影响吗 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不能 当然不能搞得太软了 所以的话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有一定的减震 你不能搞得太软了 那切不了了 试试这个 试试你新重的这个 我觉得不一样 真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更贴合 而且感觉有弹性 是是 因为它本来是有弹性 你看它可以很容易变形 手上能感觉到 因为这个 不是那种硬碰硬的感觉 对对对 它是一个缓冲作用 如果 如果你是切一个比较大的硬的东西的话 这个感觉会更明显 而且切割效果 你看也没什么区别 切割效果是没什么区别 所以利用这种减震的话 第一保护它刀具自己 第二保护人的手 对刀和对人都有好处 对刀来说 如果这里有个石头 它打过去之后 它自己可以稍微变形绕过去 在小范围可以变形的 所以刀就不会坏了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硬不硬 它可能刀就坏掉了 所以你看江师傅对挖术机的改进 真的是特别的细致 而且真的是亲身体验过后 我相信如果现在有工人 再用到这种东西来挖术 那感觉肯定是不一样了 好 那么江师傅的挖术机经过改进之后 到底本事是不是见长了呢 我们来去实际看一下 我们的编导也准备了几个压力测试 看看结果 接下来咱们的压力测试就开始了 然后咱们一项一项的来验证一下 咱们的挖术机效果怎么样 好不好 好 记者首先准备了一根硬度与树根相似的竹竿 考验一下刀头的锋利程度 好 这个已经成功的切断了 我看这个的硬度应该比咱们的四分的硬度还要好 是吧 硬多了 竹竿被挖术机轻松的锯断了 不过接下来 记者可要给压力测试 增加难度吧 砖头也被挖术机成功锯断了 并没有出现挖术人机大战中刀头折断的情况 而记者与发明人商量 对巴数机的刀头进行一项极限测验 看看刀头在具内部为花岗岩的水泥方砖时 是否会折断 来试一下 来我们来踩住 虽然刀头没有锯断这块内部为花岗岩的水泥方砖 但是刀头在具硬度极强的花岗岩时也没有发生折断的情况 刀头的磨损情况也并不明显 而机器的稳定性也同样大大改善 接下来我们就到实际的苗圃中来看一下挖术机实际挖术的效果 这家苗圃种植的树种以小叶蓉为主 小叶蓉的树根根系十分发达 侧根多硬度高 使挖术难度很大的树种 这台改良的挖术机可以通过实际挖术的高难度测验吧 点击公明 江春林开始进行挖术的实际测试 小叶蓉的树根十分发达 根茎粗硬度高 人工挖术效率和质量都难以保证 而我们看到发明人江春林改进的挖术机 巨段粗壮的小叶蓉根根根也不如在画下 在挖术的过程中 发明人江师傅腰部感觉不适 为了防止江师傅腰间盘突出的老病复发 记者给江师傅的助手 替他继续完成挖术的实际测验 本次测试所选取的这家苗圃 不知十分坚硬 想要轻松地挖出这颗小叶蓉可不是那么容易 从江师傅助手的表情和动作上来看 把这颗小叶蓉可真是费了九牛二五之力 经过江师傅助手一段时间的工作 这颗根系发达的小叶蓉就被挖好了 苗圃负责人汪先生与记者几人将小叶蓉推倒后 我们来看一下改良的挖术机能否达到挖术的质量要求 这次这个地方还是留了一个 根没有弄断 这个树是咱们三个人推倒的 推倒的存在个什么问题呢 本来这个泥头应该达到700升 700升一推倒了 因为下面的根须不是那么十分发达 所以说把这个土球折断了 不折断的话 这个土球的高度能达到700 700毫米 对700毫米 从您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算是合格的吗 都合格了 往这边修一下 把这个灯砍掉 这样你就能够反应的合格了 由于这颗小叶蓉是被人为推倒的 所以挖出的土球和树根的完整性上存在着一定的瑕疵 但是经过后期的修正 已经可以达到苗圃老板的挖术要求 而发明人江师傅与苗圃老板梁师傅的 挖术人机大战也如约而至 记者在评委李师傅的建议下 选择了一家以榕术为主要树种的苗圃 来进行这场挖术人机对抗赛 虽然今天下了小雨 但是咱们的挖术人机对抗赛 今天如约而至 来欢迎一下咱们的人工队 为了参加今天的比赛 我们选择了三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参加比赛 医药丹加油 好 这边呢是发明挖术机的江师傅 今天呢我带来是经过改良后的挖术机 今天我有信心一血前耻 而且我带来的是我们的女同胞 这女同胞呢要打败你们大男人 是吧 我一定会秒杀你们的 为了公平起见 我给两个队找来了一位评判 李师傅 今天李师傅是给大家 给两个队伍出现了 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难题 选择那个熔术 18到20公分的熔术 为什么要选择那个熔术呢 因为熔术的根是比较发达 树根比较硬 所以挖起来比上次那个芒果更难 这次马蜀人机大战 所要挑战的熔术难度很大 两支参赛队各就各胃后 比赛就开始了 开始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 发术极致的小姑娘 开始了她的发术任务 而我们看到 人工队这边 把这样一棵根部直径 20至30厘米的龙树 不要费点劲 现在你们什么停了 是不是机器出现什么故障了 没有我想等一下他们 为什么要想等他们一下 因为我都已经半圈多了 她怕给这个大蛮子 看吧 丢的时间太长了 没面子 她还要等什么 好 这是我们的风格 现在人工队 现在只挖 我们现在只是挖了 四分之一 我看那些工人师傅们 也都很卖力的 在一直在工作 但是现在咱们的机器 现在已经挖了一半 有余了 人工队这边 为了赢得比赛 梁师傅也加入了 发术的队伍 为赢得比赛 争取时间 这台经过改良的发水机 小姑娘抛坐起来 也是游刃有余 挖术机重量的减轻 减震效果的加强 以及挖术机 稳定性的大法提升 都给挖术的效率 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与人工挖术机相比 改良的挖术机的挖术效率 有了明显的提升 现在比较好了是吧 好 现在用时五分五十三秒 咱们请咱们的刁鸡来刁一下 看到底能不能把这棵树给取出来 好吗 咱看一下你挖的质量怎么样 好吧 好 有没有信心 有 有吧 好 挖术机队的小姑娘 已经把树挖好了 现在该吊鸡出场 将树吊起了 不过吊鸡师傅 在将挖好的树吊起时 错误的左右摆动了一下 挖好的土球 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空隙了 会不会影响它的存活率之类的 这个主要是今天有点雨 下面的土比较湿年 湿年 起挖的时候 吊鸡有摆动 吊鸡有摆动造成的是吧 对 吊鸡摆动造成的 这个不影响这个树梆的存活率 也就是说 它整个的完整性是很完整的 它不会影响咱们这个树的存活率 如果说要是吊鸡 如果和那个挖术鸡的配合更好的话 这样的话 它的完整性就会更好了 是吧 是的 江师傅 您对这一次的人机对抗赛当中 这个挖术鸡的表现还满意吗 心里非常有数 非常有数 所以说呢 这次一雪千尺 这是您的 这是您的挖术鸡的最好的成绩吗 不是 不是是吧 我的挖术鸡 因为今天我对挖术鸡充满信心 所以呢 我找女孩子 来做的 如果我要是男士的话 两分钟 完事 江师傅说 两分钟就可以把一棵如此难挖的榕树成功挖出来 是不是有点夸海口了呢 为了测试改良的挖术机的挖术效率和上手的难以程度 记者在挖术人机大战后的第二天 找来了两位急需挖术工具的体验者 这台便捷式挖术机 真的可以在两分钟左右完成挖术的高难度任务吗 我是中山小岚挖术队 有一百多好人 听说这里发明了这个专业挖术机 现在请这个人工 就不好请 工资又高 有了这个专业挖术机的话 就可以的话就很好 我们名下那个地方是防土地 但是经常需要挖一下带土球的原生树 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把这个榕树根系比较多的树能够挖掉的话 我想我那边的树也没有问题 就请江总当时都能试验一下 下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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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时候呢 上的时候也被加油 加油靠靠靠靠靠的那些树能够挖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 两位体验者究竟可以用多长时间完成挖术比赛呢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咱们比赛正式开始 我给大家计一下识 看谁的用识最少 他能用多长时间把这个树给挖出来 好不好 虽然我刚才用的不出来 上班已经会赢了你 准备啊 三二一 开始 我们看到 宁下来的苗浦老板罗师傅已经开始挖术了 而中山小懒专业挖术队的江师傅 却还在为启动发动机 被脑筋 两台挖术机都开始了挖术任务 但这台挖术机上手并弹 那两位体验者究竟多长时间可以将这颗红树挖出来呢 来自名下的苗浦老板罗师傅 自来自广东中山小懒江业挖术队的江师傅 两人互相让地进行着挖术机挖术的对抗赛 虽然两人学习挖术机操作料理的时间不长 但看上去 两位体验者已经可以轻松地操作这台 便解释挖术机了 随着第一赛的进行 来自名下的苗浦老板罗师傅 率先完成了挖术的任务 一共用时是两分15秒 从宁下来的罗师傅 竟用了二分15秒 就完成了挖术任务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挖的术的质量 是否可以达到挖术的要求吧 现在咱们这个土球是已经挖出来了 看看这个标不标准 这个土球已经相当标准了 而且它这个挖的毛细根 它在发达 并且没有这个坠坏 就是场在拉的时候 受拉力的影响 把这个毛细根 有那个脱根的现象 比较漂亮 而且这个土球呢 它这个吊起来以后 便于我们在上面 缠一个土绳 缠一个草绳 或者是装那个网兜 这样便于用缩 这样就比较方便 这个泥头呢 还可以 有这么长 有七十多公分 差不多八十公分 从您挖术队的角度上来说 要是达到这个的标准 就算是合格了 是吧 对 江春林发明的这台便携式挖术机 主要由发动机 传动部分和工作敲头 等部分组成 发动机的动力 是通过离合叠轴 三角皮带子进行输出的 通过偏心轴 与偏心连杆 将圆周旋转运动 转换成了 往复轴向运动 从而使得工作挑头 实现高速往复冲击 达到切割树根 及泥土的墨地 解决了圆林苗土 挖术效率低 成本高的难题 发明人给我们展现的这台挖术机 我们可以看到 它相对于人工挖术的操作 可以提升 劳动效率5倍到10倍 同时对树根在切割的时候 形成的伤口断面比较小 土球的完整性保持得比较好 另外 发明人开发了一系列专用刀具 可以进一步提升 这台挖术机 对不同速度移栽的 适应能力 也希望发明人能够 进一步提升 这台挖术机的自动化程度 譬如说 可以集成挖术的功能 和树木吊钓的功能 这两个功能在一个底盘上 形成一台专用的 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工程机械 这样的话 可以进一步降低 劳动生产效率 和这个 委员的劳动强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 如果电视机器 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想报名参加 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新浪微博 今天也再次感谢 高一锋老师来到演播室 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 科教频道的其他内容 当您戴上 富美华贵的戒指或手镯 是否也曾陷入 取不下来的尴尬境地 面对掐住手指的戒指 和孤注万部的手镯 小机器使出奇招 金雕细膜 帮您破除束缚 面对一层层检验 一轮轮挑战 还有能否精准切割 实现完美破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